当天色大亮,屋中狗男女神清气爽地出了屋, 还都好声一融回了昨天左右护法的样子。 走出院外,一眼就看见好几个小姑娘一排跪在墙边上, 双手抱头,抽着鼻子可怜巴巴。 赵长河看乐了,你们干嘛呢? 小姑娘们咕弄,给你们送饭。 赵长河也发现了,他们脑袋上都顶着一个小篮子, 上面放着各种糕饼。 客气了客气了,赵长河乐呵呵地取了一块饼, 转手递给身后的月红铃,咱们这个送饭的礼仪很萌吗? 谁说这是礼仪了? 小姑娘们抽巴巴,我们是被圣女罚在这的,她公报私仇。 月红铃瞪了赵长河一眼,胡扯什么咱们的礼仪搞得你很懂一样, 还好小姑娘们没什么鸡心,不然这一句话就露馅了。 赵长河尴尬得低头吃饼不作声了。 结果刚刚咬一口,差点没吐出来。 本以为这是当地出名的鲜花饼呢,外表看着是那么回事, 结果一口咬进去全是各种各样的油炸虫子,看得头皮发麻。 月红铃也是看得头皮发麻,差点想把手上的饼直接丢了。 结果面前这个小姑娘还在说, 呜,这渣蚂蚱本来是我的,呜呜好香的。 赵长河 月红铃 两人丢饼的动作都生生止在那里, 本以为是丝丝在坑人呢, 这么看还是好东西呀。 月红铃不动声色地把饼塞回小姑娘手里, 那就给你吃怎么好意思抢你的食物。 圣女不许我们吃早饭, 没关系,我们找她求情。 两人一溜烟跑了, 赵长河手里还拿着咬了一口的饼, 一路犹豫,该说不说, 其实挺香的。 月红铃大怒, 因为是丝丝给你吃就很好吃是吧, 到时候给你吃个骨, 治不死你。 不是,真的挺香的。 去死吧你, 吃了就别用那嘴亲我。 两人绊着嘴一路去找丝丝, 丝丝在路上就冒了出来, 笑咪咪地看着吵架的两口子, 颇有一种害得家庭不睦的快意, 匿声道, 哎呀,别吵了, 都是丝丝不好, 忘了你们没吃这些的习惯。 两人住了嘴, 直勾勾地瞪着她看。 丝丝笑咪咪道, 话说回来了, 月姐姐说是浪迹江湖很苦, 看来也没有陷入过真正的绝境, 否则那是什么都吃的, 何况虫子。 嗯, 月红铃想了下, 倒也承认, 确实没到过那种山穷水尽的地步, 嗯, 如果前天长河没来接应我, 我顿入苍山, 就有可能了。 一句话差点把家庭不目又变成了柔情秘义, 思思悔之莫及, 立刻道, 所以很好吃的呀, 不妨试试, 浪费食物是可耻的。 说着转身带两人进了自己的屋, 摆出真正的鲜花饼和果酒, 今天, 最迟明天, 雷震堂肯定会召开五族联席小会, 我觉得我们应该聊点正事。 月红灵道, 本来昨晚就以为你们聊正事, 我才先不打扰, 结果你在干嘛呢? 啊, 思思瞧着脑袋, 我忘了被弄得暗暗的弄了一碗到天亮的人, 确实是我思思, 月女侠头上有点绿呢。 月红灵, 你还能这么说是吧? 赵长河绷不住了, 说正事说正事。 话说, 我们躲在白族这里, 你山寨里还有人呢, 不怕寨子被雷震堂偷袭, 看你还挺闲事的。 思思摇头, 暗杀也就算了, 公然出兵去打五族联席者, 这是冒天下之大不韦的事, 别说白族瑶族会发作, 就连其他跟着大势走的小族也不会做事, 他先要陷入无休止的内战里。 所以我们只需要保护自己, 其实越是走在光明正大的地方, 反而越没问题, 最好就不要单独躲在哪里嗯嗯嗯了。 不知道这算不算公报私仇或者假公济私, 面上来说, 这话还挺不好反驳的, 狗男女对视一眼都不吱声。 思思颇有点胜利的快感, 悠悠啃着鲜花饼, 眼睛笑得弯弯的, 至于我们自己, 你见是百足, 收获如何? 有关古术或者诅咒, 有没有需要我讲解之处? 你自己就吃鲜花饼, 看得美美的, 让我们吃虫子。 赵长和心中吐槽, 口中道, 古这东西, 不管是作用自身还是外放伤敌, 至少可以看出迹象来。 诅咒怎么解? 太过无声无息, 无法防御。 诅咒需要媒介, 也需要一定的施法时间, 正常一对一的情况是没法用的, 怕就怕再提前施术, 你在自己不知道的时候就已经着了道。 赵长和道, 当然得有限制啊, 有这么明显的限制已经很让人头疼了, 没限制那还了得。 思思笑道, 不用那么担忧, 这个也不是完全无解, 首先越是强大的诅咒的前置需求就越高, 比如需要收集你的指甲毛发, 立一个草人, 各种方法咒诅几十天的, 甚至有可能要用施术者的命去换, 一般来说不用担心这么强的方式。 月红灵问, 那一般的呢? 一般的, 其实它本质还是在通过天道既定范畴内的 一种方式去影响你的灵魂或者肉身, 只要你的修行高出一定层级, 自然就可以抵御掉, 这与抗读其实是一样的理论。 思思说着说着, 眼里有些阴影, 我们曾经试过, 净举足之力去咒一个人, 如风拂面, 一点作用都没有, 我爹。 说着阶段没有继续, 慢慢道, 所以我才认为武学才是根本, 这些艺术只能做个辅助, 西南百辽还算好的, 都还重视自身, 灵族以前就过于极端, 我为此出山, 不就被某冤家欺负了吗? 月红灵沉吟道, 需要怎样的修行, 才能完全无视这些? 思思摇头, 我不知道, 三重秘藏总是要有的吧? 当然对应一般的话, 我感觉二重秘藏, 地榜水平就差不多了。 照常和道, 那都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无视的, 还是得有些解法。 是可解的, 比如那天你在尔海, 扛着虚弱诅咒之时, 我看你就在自解, 还有昨天的血咒, 恰好撞在你的强项上, 但你那种自解的效率很低, 整个战斗过程都没完全解掉, 丝丝脱塞道, 我们有药可预防, 至少能顶几天的, 就是不知道你肯不肯吃。 照常和道, 为什么不肯吃? 诅咒可解, 入了体的蛊虫可无解, 一旦它和你身躯彻底结合, 想要把蛊虫拔出的话, 你人也废了。 丝丝露出一个妩媚的笑, 老爷敢不敢, 吃丝丝给的, 来历不明的东西。 照常和低头看看饼里的虫子, 忽然一阵后怕, 这就是苗疆。 丝丝收起笑容, 淡淡道, 苗疆如是, 邻族更甚, 你还想进邻族吗? 照常和抬头看看它的眼睛, 又低头看看饼里的虫, 呼得张口咬了一大口, 灿然一笑, 你敢给, 我就敢吃。 丝丝看着照常和大口吃饼的样子, 眼里似有迷雾, 朦胧不清。 直到定定地看完它吃掉了整块饼, 才慢慢道, 预防之药已经入口, 七日之内, 你无视诅咒了。 月红铃皱着眉头, 有点想劝照常和注意点, 但终究没说出口。 这种情况, 你除了信丝丝, 还能怎么办? 非要不信, 只能自己添堵。 那就一个人吃, 另一个不吃, 一旦有什么岔子, 另一个人也可照应。 丝丝站起身来伸了个懒腰, 又弯腰腹儿, 凑在月红铃耳边, 别担心你的小情郎, 负他的事, 我已经做过了, 不想再做。 他既还敢信我, 我便不会负他。 月红铃微微一笑, 希望如此。 圣女, 圣女, 外面跑来一个小姑娘, 刀组长派人来说, 雷震堂前使叫我们去大理赴宴, 问我们怎么看。 这可是鸿门宴, 危机甚至超过昨天, 傻子才去大理送死。 丝丝冷笑, 叫他们来这里开会, 咱们两族在这, 没有资格做个东道。 小姑娘又扑通扑通跑回去传信, 丝丝看着赵长河与月红铃, 你们的伤好了吗? 他们可是有地榜, 还有两个。 第一次会议若是压不住他们, 此前做了再多都是虚化。 狗男女的神色都有几分凝重。 两个地榜, 雷震堂结合了巫蛊之术的实力成迷, 倒也罢了。 真正麻烦的是石无定, 如果他也来的话。 地榜前列, 那该是猪雀玄武唐婉庄的对手, 他们两个可以应对吗? PS, 感谢无业的白银, 摩摩达昨天忘了吗? 屁股撅好了。